顏之恒和伍仲恒有份演出的 大型音乐剧 日前已经圆满结束 篇中不少声巴声妈都有捧场 例如谭徽志、梁浩然、李佳 芝曲怡、吴大强、林胜斌 Patrick Sir一家、冯素波 陈雨昕和太太、周国锋等等 首次参与儿童音乐剧的伍sir 质问每场都倾尽全力演出 Benson都说对伍sir的演技刮目相看 我看到伍sir的表现 简直是眼前一亮 我看到伍sir的表现 真的吗? 是,伍sir 全跳舞 而且这些演技是超级… 我不可以说大弱 因为本来已经不差了 刚才看完这些表现 根本是一个演员 真的吗? 是 我会从这个方向发展 一定要 伍sir, 最喜欢自己 哪一场的戏法呢? 当然是集舞蹈加如来神掌 一身的那一场戏 其实我长长跳都不同 所以没办法再做一次下舞 这就是即兴 我就是因为你这场戏 我心心改观了 是吗? 我想拜你为师 其实很难的 因为我每次跳都不同 我不知道怎么教你 我每次看 其实就是从心底里 发放那个舞蹈的细胞出来 是的 在台阶里看到 哇, 又不同了 是的 伍sir这次有机会 接触很多小朋友 他都说跟他们合作得很开心 不知道又有没有激发 伍sir想做爸爸的想法呢? 其实我只喜欢别人的小朋友 因为不用负责任 玩完就能跑掉 如果是自己 就不是这么计算的了 就是不是撕的了 真的是撕的了 是的 不要弄我了 玩玩别人的一句就算了 而这次Benson 就有机会和小朋友一起演出 他都觉得机会难得 再加上这次有很多新挑战 幸好他都一一成功解锁 因为平时我说话又哭哭哭 这次又要说话 又要有表情管理 又要唱歌 又要beatbox 那就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多方面的尝试 其实beatbox对我来说 我是未接触过的 人生这么大的儿子 这次很开心 有机会去接触beatbox 你很厉害 很厉害 真的有点像 是的 是否播放的 真的是beatbox 真的是beatbox 现在做两个儿子看看 很厉害 很厉害 不过那支咪就能扔掉了 拍得住你的舞步 是的 我叫做 恰恰beatbox的皮毛 至于很深入的 当然是味道 但我也很满意自己的表现